哈喽同学们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同学们检查一下声音网络画面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呢给二月老师扣一个数字 来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能听得到声音吧 可以吗 OK好的可以的 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讲解固定镜头 上节课呢我们说了固定镜头的几个镜头形态 对吧那今天的话呢还有剩下的几个 我们要继续给他捋完 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来说一下啊 在固定镜头里的动作连贯 景深控制节奏控制 还有内容表现的几个部分 首先先来看动作连贯 首先呢固定镜头 他在表现动作的时候呢 有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啥局面呢 就是我们都知道啊 因为固定镜头呢 他是一个框架不动的镜头 就是他本身啊他是一个有一个外轮廓对吧 外部的限制 所以呢背设对象在进行动作表现的时候 他会受到这个固定的限制 使得我们对象的运动幅度就不能太大了 因为一旦他的动作幅度很大 他就可能会离开这个画面 那像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法 想一想我们前人啊 在面临这种情况下 他们是怎么解决的 他们是用什么方法来给他进行的一个调整 有同学能想到吗 其实这里啊 就是给他再换一个景别 比如说你等他手快出去的时候啊 你给他换一个景别 换一个稍微大点的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剩下的部分画面了 但是在这儿换景别的时候 又会出现一个新的问题 什么问题啊 就是你怎么保证你换了景别之后 哎 他的动作是能够衔接起来的 能让观众在感受整个动作的时候呢 没有卡顿呢 这里就要说到我们等会儿要说的这三种紧急方法了啊 同样的 动作连贯啊 我们这么乍一看哈 感觉他好像问题挺大的 对不对 但是 固定镜头 他本身 有缺点 但是也有优点 针对动作连贯的话呢 我们利用固定镜头来拍摄 他更多的是通过分镜头的方式来呈现 或者说来实现 因为单个镜头呢 他在记录动作的时候呢 只能记录动作的完整过程 他不能够记录动作的细节 而且呢 也不能够记录动画动作的变化 好家伙说 一个动作拍两遍 对吧 其实还有种方法 就是同时具备多个机位 每个机位 它的景别不同 它所拍摄的画面内容也不尽相同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动作 多个景别 多个拍摄状态 而且能够保证动作的完整性 和这个统一性 对吧 那下面呢 再来说一下固定镜头啊 它除了像刚刚的那个 能够更细节的记录动作之外 还有就是 我们在保留它的细节 或者说呢 在想要它细节 要它的一个变化 要它的一个关系 还有它过程的这个过程 还有它过程这几个部分哈 我们就必须要去拍一组镜头 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想要呈现出这些细节 变化 关系 还有过程 那么单一的一个镜头是不够的 它必须是一组 也就是所谓的镜头组 通过镜头组呢 来呈现出当前 想要表达的内容 那最根本的 还是你拍摄这一组镜头 遇到的问题 就是镜头的动作 如何连接 如何衔接 如何保持它的连贯性 对吧 这是我们从头到尾啊 一直在说的这个问题 虽然说动作连贯 利用固定镜头来表现 动作连贯呢 它的问题是比较大的 它对于后期的要求处理上哈 也是比较多的 但是呢 它也有优点 就是这组镜头啊 就像郝家傲说的 可以分别拍摄 多次拍摄 这就是可以让很多动作化 很多动作 它由不可能状态 变为可能的状态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跳楼的啊 不是真跳楼哈 就 比如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人 对吧 一些电影魔术 很多人物呢 从高楼上一跃而下 这个时候呢 它正常情况下 不可能让人真的跳下去 就是跳下去呢 也可能会加个V呀 对吧 但是像特别高的情况下 跳下去是很难实现的 也不是很难实现啊 就是很很费人啊 所以这时候怎么拍呢 他们可以先拍一个 冲破窗户 冲破玻璃 跳下去的一个镜头 对吧 先拍一个跳窗户的 再拍一个落地的 让上和下这两个镜头呢 衔接在一起 这样呢 在人的主观思路上 它就变成了一个连贯性的动作 跳的镜头都用特效是吗 也有可能还用 扣向对吧 用绿幕去处理一下 好 那么这里的话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段落啊 这个段落呢 是暴力街区里的一个段落 我们来看一下 找一下这个电影啊 暴力街区 从这开始啊 这个段落呢 主要是表现了这个主人公 那他受到黑帮的一个围剿 然后呢 在这个围剿的过程当中啊 顺利逃脱的一个过程 对 那三个人 一 二 三 二 二 三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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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块 我们先是紧看到这部分的段落 就能够感觉上 它是不是有一些那种 比较惊险的 比较刺激的一种血脉喷张的感觉 对不对 首先一个是音乐带来的 第二个就是节奏上的变化 第三就是它动作上的一种张力 这种感觉 它其实最本质的一种来源 就是固定镜头 它的动作连贯的一种表达 很快 很连贯 没有一丝拖沓 就那种干净利落的感觉 这里为什么要表现出这种状态呢 其实也是因为主人公 在这么一个情况下 它本身已经是没有退路的了 也就是说 在这一块呢 它要背水一战 它面对当前这个情况的话呢 它只能说是拼命的去往前跑 然后呢 我们来看这个跳窗户的镜头 再看一点 在这个镜头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呀 对吧 人飞出窗户 然后呢 落下去 再接着呢 是一个落到车上的镜头 第三个之间啊 并没有说是非常连贯的完整的一镜到底 为啥呢 因为一镜到底这么拍 真真不好说啊 对吧 所以呢 它就用了一个分段 用了一个剪切的方式 最后掉下去 那个到底是不是人 再也不知道 反正只看到了车被砸坏了 被一个物体砸坏了 那么究竟是不是呢 不重要 为什么 因为在主观上 我们已经理解成是那个人往下掉落了 明白吧 所以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动作连贯的表达 然后我们来看刚刚那个镜头哈 在这一块呢 在刚刚我们主人公跳起 抓住缆绳 荡出去 然后呢 躲避后面的人的一个追击 但后面那个人呢 没有抓到绳子 于是落下去这个镜头啊 这几个镜头哈 正常情况下来说 在生活中也就是五秒钟 三秒钟 对吧 一瞬间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片子的制作过程中呢 它生生的被剪成了好多个镜头 到它落地啊 到它落到这个车上 总共是十一个镜头 对不对 那其实这十几个镜头啊 这这么多的镜头 它就是在运用动作连贯的一种不同的剪辑策略和拍摄策略 那这种拍摄策略呢 其实就是我们上面所说到的 这里 二分之一剪辑法 三分之二剪辑法 还有三分之一剪辑法 这是三种不同的剪辑策略 记好这个啊 这是在帮助我们剪动作的时候呢 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很好的方法 我们首先来说二分之一剪辑法 二分之一剪辑法呢 它在拍摄的时候啊 要注意这么几个前提条件 就是你拍摄的时候 一定要想着 如何让这两个镜头形成动作连贯 所以说呢 你根据你的想法 就要去改变机位 改变角度 改变景别 然后这三个 三个不同的属性 机位角度景别 你最少呢 是要选两个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是同景别 同机位 同角度来进行拍摄的 那么动作连贯的效果 是体现不出来的 它一定是要多景别 多机位 多角度的拍摄 才会有动作连贯的效果 那么剪辑的时候呢 就是前一个动作呢 要放在动作连贯的二分之一处啊 这里 我给你们拿CCD稍微一演示 好吧 我找一个 我找一个 我找一个这个工程啊 这是提前 给你们做好的一个工程 好 我这打开它一下 好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选择当前这个部分 把它的一个左上臂 所谓它的二分之一处呢 其实是哪些部分呢 比如我们要做的一个什么样的动式 我们要做一个手举起的动式 对不对 我这里就是简单的打了一个关键针啊 做了一个举起 举手的一个动式 这时候 它的镜头变化应该在哪里呢 我们看到手啊 是从底部 转了180度 达到了顶部 所以说 它的二分之一处在哪 它的二分之一处 就在90度的这个位置上 这是它的二分之一处 我们在进行摄像机拍摄的时候啊 也就是说 你可以前面的话呢 在一个比较近的角里边 比如说你可以在这儿 对吧 到到了我们中间的这个部分上 写个比较远的啊 换一个角度 对吧 甚至往这边偏一点点 啊 来一点点 这样的方法呢 来进行一个差别的转换 明白吧 所以呢 这里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选择中间的这个节点 你像我们一开始拍的是一个正面 对不对 他把手举起来 举到一半的时候呢 转到一个侧面 让他动视呢 保证的是完全衔接起来的状态 各占一半 这就是二分之一剪辑法 这里有没有问题 同学们 这里有问题吗 这里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说一下 没有问题的话呢 给老师扣个数字 好不好 有问题吗 好的啊 总结一下 其实呢 二分之一剪辑法呢 它的特点主要就是在于 动作的持续时间 和原来的运动时间 是一致的 就是你无论怎么剪辑哈 你没有改变动作的持续时间 就是我抬手假如花了两秒钟 那么我哪怕用了二分之一法 二分之一剪辑法啊 换成两个镜头 那我抬手还是两秒钟 没有改动原本的时间 只是在相同的时间内呢 进行了一个镜头的切换 由原本的一个镜头 变成了两个镜头 这样呢 就使得观众有一个更强的节奏感 除此之外 二分之一剪辑法呢 它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啊 就是表现流畅 表现运动的流畅性 所以说 这就是二分之一剪辑法的表现 那还有一种剪辑法呢 叫做三分之二剪辑法 三分之二剪辑法啊 它是这样的 它呢主要的目的就是多重抓取 我们在这啊 还是看刚刚那个例子 看那个暴力街区这一块啊 我把视频再给你们找一下 注意看这里啊 注意看这里 对吧 那这里呈现的是什么样的变化呢 在这里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剪辑法 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强调 这种剪辑方法呢 它主要就是把中间的某个部分 还进行一个重复的出现 那当前在这个画面里 重复出现的部分是什么 是哪个部分啊 再看一遍 是什么 是手抓住绳子的部分 也就是说 在这一块里边 我们是首先看到了 人物跑出这样一个正面的描写 接着呢 手还没有抓到绳子 对吧 然后慢慢的在侧面抓到了绳子 接着呢 又回到了正面 又再次抓到了绳子 这就是强调 他把绳子抓住了 这是第一种 还有一个呢 就是比如说《无间道》里面啊 在天台上的那部戏 看一下给你们 往后走一点 是真的 这里声音稍微有点延迟啊 挺利索的 我也读过锦销 你们这些卧敌可真有意思 老在天台见面 我不像你 我光明正大 我要的东西呢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来呢 什么意思 你上来晒太阳的 给我一个机会 怎么给你机会 我以前没得选择 我以前没得选择 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好啊 跟法官说 看他让不让你做好人 那今儿要我死 对不起 我是警察 谁知道 好 看这里 他手举了几次 他总有几个警别来描现他 哎 抬枪举手的这个状态 谁知道 一次 两次三次 四次 警别的变化呢 是由大到小 由大圆形 到全警 到中进警 到特写 一次进行了一个突进的感觉 把整体的情绪哈 得到了一个升高和提升 所以这手枪举起来的一个瞬间啊 整个画面的紧张那种氛围哈 也是因为一下子的 警别的变化 全部的都提升上去了 哎 那种紧张感一下子就营造出来了 并且呢 来回的把枪 抬枪的动势 举枪瞄准的这个状态 来回的剪辑 来回的强调 也是为了表现当前这个动作的重要性 好 这里就是三分之二剪辑法 主要的作用呢是强调 下面再看一个啊 再看一个三分之一剪辑法 三分之一剪辑法呢 它是在900代末 20年之后呢 才出现了一个新的动作组结方式 它的剪辑规律啊 是这样的 就是 再拿csd来举个例子哈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 由上到由下到上的一个转变 对不对 它可能的第一个镜头呢 是手臂举到了大概45度 30度的一个位置啊 大概到这儿 对吧 到这儿 接着的话呢 下面 到下一个镜头呢 手就已经举到了120度的位置 接着往上举 它把中间这一块啊 给它剪切掉了 这个就是三分之一剪辑法 180度呢 它给它除以了个三 就是原本是60度 对吧 60度 然后呢 60度到120这个部分呢 剪掉 然后120到180这个部分呢 继续保留 那这样做 有什么好处吗 就说在这里呢 它的一个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 节省时间 加快信息的表达 换个说法哈 就是原本 原本三秒钟的一个运动时间 我们中间呢 给它省去了一秒钟 节省了一个动作时间 加快动作的节奏 不是只有开头和结尾啊 它只是把中间的那些重 不能说重复吧 中间的一些动作呢 给它省略掉 在不影响整个画面的一个最终叙事的情况下 省略掉 同样呢 加快我们的信息传递 保证故事的完整性 这是三分之一 剪辑法的一个用处哈 主要的作用 它就是为了提高 当片子的一个单位时间的信息量 就原本情况下哈 我是用三秒钟来表现一个举手 后面呢 我用两秒钟来表现举手了 同样的动作 我用的时间变少了 那我得到信息量呢 就单位时间内 就一秒钟的信息量 肯定是增多的 换句话说 我抬手一次三秒钟 我一分钟抬这个二十次 对吧 然后我把抬手的节奏加快了 我一分钟抬三十次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信息量也增多了 明白他的意思吧 那为什么在00年后啊 就是经常会用到这种三分之一剪辑法呢 它就是原因 它就是由于观众 也就是观看者 它对于片子的叙述节奏啊 越来越快了 因此呢 我们单位时间的信息量就要增加 所以才产生这种三分之一剪辑法的 这样一种动作连贯的表达方式 再来看一个片段啊 这个是叠影重重里的一个片段 那这一块的话呢 是主人公啊 故意被警方抓住 然后呢 从警方这里获取他的SIM卡的信息 然后顺利逃走了一个段落 同学们可以先看一下啊 然后也找一找 哪个地方用了三分之一剪辑法 这个是 老师来自立的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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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冲刀判断 我认识 他在公司的掌握 我认识 他在公司的掌握 他在公司的掌握 我认识 我认识 好 先看到这里啊 那这一块的话呢 哪一些用到了三分之一减心法呢 有同学看出来了吗 首先第一个点是哪哈 在这 往后一点啊 当男主拿到探长的手机之后 我们来看这块 好拿到手机 放在桌子上 拿着包 然后呢 打开包的拉链对不对 打开拉链之后 我们看没看得到 他把当前这个数据 就是小装置啊 连接装置拿出来 没有看到吧 他直接掠过了 直接把这个装置呢 连接手机了开始 这其实呢 就是三分之一剪辑法 省略了中间 拿拿这个工具的一个部分啊 然后呢 他把手机又扔给了探长 这一块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三分之一剪辑法 为啥呢 因为这一块呢 主要是男主把手机卡的信息 连接完成之后 把SIM卡装回手机 盖上盖子这个部分 那这块部分是没有显示的 他直接就把手机扔给了探长 我直接说 那老师这边 他可能只是把手机扔过去 他也没装呢 他这里肯定装了 因为他要还原当前的一个问题 就是不要让他 不要不要让别人知道 他拿走了这个SIM卡 他获取了信息 好 然后这一块还有一个 就是他关门的一段 他关上门的瞬间 手呢 就已经抱着箱子 开始往里 哎 就是 弹住门把手了啊 所以说这块也是一个三分之一剪辑法 那这样一种三分之一剪辑法的体现呢 他主要就是给观众来形成一种干练 利落的一种表达状态 因为他的这个 有些人说肯定锁门了 就是这个门把手压不下去了呀 他被挡住了呀 是不是 好 那么这里的话呢 就是三分之一剪辑法 他的主要作能就是跳切 二分之一剪辑法呢 他表现画面的流畅性 三分之二剪辑法呢 是多重抓取啊 把重点内容呢 着重表现 三分之一剪辑法呢 跳切省略掉不需要的部分 加快趋势节奏 这是这三个部分 这一块啊 动作连贯的部分有没有问题 这里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说一下没有问题 先提我们扣个数字 有吗 有没有呀 没有是吧 好的啊 没有我们就往后看了哈 接着再来说一下景深控制 这是固定镜头的下一个造型功能 在这呢 首先要明确固定镜头呢 它还是一个边框不动的镜头形态 所以说这样的形式使得固定镜头 它并不善于表达空间 我们来举个例子啊 我们出去玩 对吧 你得去订酒店啊 订民宿之类的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大部分都是在美团上 在大众点评上去预定 是吧 那预定的话呢 我们会在手机上看到一些照片 但是在看效果图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啊 这个房子还挺不错呢 挺好的挺好的 对吧 一旦到了实际的地点 不一样了 为啥 因为这里 店家其实就是利用了固定镜头的特殊视角 特殊机位 以及特殊的景别 来营造出来的一种特殊效果 所以它不能全面的涵盖这个空间的所有信息量 那这种情况下呢 固定镜头 它就是可以被 这固定镜头呢 就可以去调度空间 这种情况啊 这种调度空间的状态 它是有弊端的 那这个弊端怎么去修饰呢 就是用到景深 景深呢 从概念上说哈 它就是画面的纵深空间的一个清晰范围 哈哈哈 店家也会拍照 店家可能不会拍照 但他怎么知道 把这个房间的图片拍起来 让这个消费者啊 能够看起来想去购买它 因为你一旦到地点了 你再退也来不及了呀 是不是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问题的所在啊 那么我们说了啊 景深呢 它就是展现画面空间的 对不对 它是指画面纵深的一个清晰的范围 当我们用固定镜头呢 去控制景深的时候 控制的不是画面的外延 而是从前到后的整体空间的运用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控制景深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保证画面它具备 充足的纵深空间 如果说没有纵深空间 那景深的控制也就消失了 也就没有了 景深的控制呢 它包含两种 一种是大景深 一种是小景深 这个呢我之前也和同学们说过啊 小景深的话呢 就类似于当前这两张图片 它就是一种小景深的 而大景深呢 是大景深的范围啊 景深的范围非常大 明白吧 大景深小景深 它指的是景深的范围 看这里 这里呢就是景深的运用啊 第一张图的话呢 是我们的一个从前端的前景机器 然后到后面的人物上 这样一个油焦的变化 第二张图呢 是从后方的这个空间 到前方人物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啊 第一个就是一个小景深 第二个就是一个大景深啊 虽然第二个大景深 也不是特别大 但是它确实一个大景深 它的空间相对而言是比较大的 比较远的 虽然也有虚化 但是虚化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强 那小景深的话呢 它主要就是通过固定星头的 景深有限性 来模糊画面的部分空间 从而呢 显现画面的另一部分空间 左侧张图你会发现 你在观察的时候 只能清晰的看到某一个部分 对不对 要么你清晰的看到它的人脸 要么你清晰的看到前面的工具 你不可能说是像右边大景深这样啊 最起码还能看到基本的人物轮廓 和基本的人物形态 对不对 这就是两种不同的景深表现方式 我们再来看一个片段啊 汉江怪物 这个片段呢 我之前给你们看过 它这里呢也是景深的运用 它就是一个小景深的运用啊 让我们认识 有比如说 我好,我好大便 爸爸,我好 你現在要在家裡睡著嗎? 你怎麼會吃到你? 我先到炒汽車 你先到炒汽車 在这里的话呢 也是一个小景深的空间调度 那小景深呢 他除了调整虚实关系之外啊 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悬念的表达 比如说很多恐怖片里面呢 他们会先表现主人公在前面啊 悠哉悠哉的走着 后面呢 是一个虚化的背景 但是一旦当焦点从主人公移到身后的时候 你会发现后面的虚化背景里面 可能会出现一个对吧 不太一样的东西啊 可能是一个怪物啊 可能是一个迟到的歹徒啊 可能是一个别的东西 所以这就构成了画面中 由景深带来了一种悬念意识 这就是小景深的控制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大景深 大景深的话呢 他就是一个深焦镜头 他可以让更多的主体和背景 都以清晰的细节展示出来 所以有些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一些片子 他的大景深 缺少一些神秘感 比如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片段啊 天才一族的片段 好 这一块啊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里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母亲 这是一个前景人物 然后呢 又看到了这个女儿 对吧 他坐在中间 然后往下看啊 好 这个时候呢 第三个人物出现了 这个人物就是后景人物 目前呢 在这个画面状态里啊 前景人物母亲 中景人物女儿 后景人物这个男人 通过这样一个状态呢 画面中出现了前景 中景 后景的一个层次的更叠 他同样的也形成了 对于单一画面的 大景深的理解 也就是说 大景深 他实际上是通过画面的层次 来相互展现的 也就是你看到第一个人物 第二个人物 第三个人物 通过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来展现整个画面的一个空间层次 在我们房间的内景里边 对吧 房间里边 前端 中端 还有房间外 三个不同的地点 三个不同的部分 好的 这就是我们的 大景深的控制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之前给你们看的地心引力 这块 这块前端呢 都是一些大景深的控制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些人说这是特效吧 虽然是特效 但是也是大景深的一种啊 就是你无论是看哪个部分 你都可以看到画面里 所有的内容都是清晰的 看到没有 他都是清晰的 也就是说整个前端 基本上全部都是清晰的一个画面 这也是大景深的一种应用 好 那小景深和大景深呢 我们再统一的总结一下 小景深呢 他是需要摄影师 手动的控制镜头的焦点位置 来主观的去控制画面的主次关系 而大景深呢 他的景深控制实际是靠观众的 或者说 靠演员的表演啊 来吸引观众的视角 那观众呢 可以在画面层次里自由的选择 他要关注的点 因此呢 大景深的景深控制 会带来一些更加客观的表达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在纪录片里面 大景深比较多 而在剧情片里面呢 小景深比较多 因为纪录片呢 会更加的客观 而剧情片呢 你需要去读懂 或者说了解导演 想去表达的内容和寓意 好 那这一块呢 就是我们的大景深啊 以及固定镜头里的景深控制 这块有问题吗 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好 没有问题是吧 OK 好 我们往后看哈 那最后呢 我们再来说一个固定镜头的节奏控制 那不 除了固定镜头节奏控制 还有一个啊 我们先说这个节奏控制啊 就是 节奏 这两个字哈 我们经常会听到 比如说 配合着节奏呢 会出现这么几个名词 第一个是吧 哎呀 这个节奏有点平 哎 这个节奏有点水 它主要想表达的内容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这个画面 它所呈现的方式 为什么说节奏非常重要呢 其实我们在之前有说过这个部分 就是固定镜头呢 它的特点 它的逻辑啊 它的逻辑啊 在于镜头的内部 在于镜头的一个外部 就是不是来自于镜头的内部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固定镜头啊 它更多的是通过剪辑 将镜头 以一种镜头组的形式 把它的内容呢 有效的组织在一起 通过剪辑呢 让它们形成一个整体 所以这个时候 剪辑就是固定镜头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我们所说的片子太水和片子太平 第一个 太水呢 它主要是片子的信心量 与片长不相符 也就是说 我们30分钟的片子啊 它实际上只有15分钟的信心量 为啥呢 比如说我拍好家伙 在认认真真的写作业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写了多少时间的作业 他写了30分钟的作业 对不对 那我如果说 纯粹的去拍他 他写30分钟的作业 你觉得你喜欢看吗 肯定不喜欢看呀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片子拍了30分钟的写作业 就会使得整个片子太拖沓了 它并没有形成时间与内容之间的一种良好的配比关系 这个就是节奏控制的问题 那怎么去控制它呢 你要去把控一个时间 多长时间呢 来表现好家伙许作业 多长时间呢 来表现好家伙呢 去约会 把多长时间呢 去表现好家伙去那个 那个干嘛呢 不知道啊 反正就干点啥事啊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水不水的一个问题取决于 他在当前信息量的一个多少 对吧 如果说他一直在去写那个作业 他没有做任何其他的事情 那就很水嘛 因为一个事情干了好多次 对吧 那另一个呢 就是他如果做的事情很多啊 比如约会的吧 对吧 看了电影 吃了个饭啊 喝了个下午茶 哎不对 说到了 你喝了个下午茶 吃了个饭 看了个电影 对吧 然后回家了 好 这个其实就是 那个多重信息的一种表现 那这里的话呢 同样是太平的内容 太平啊 就是片子内容不够饱和 其实太水和太平啊 往往他们两者呢 是有相互联系的 那如何让一个片 让一个片子 他更加的富有节奏 更加的有起伏变化呢 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个片子啊 他更加的具有层次感 他不能像和尚念经一样啊 就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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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太一致了 你就听起来昏昏沉沉 昏昏欲睡 所以呢 我们就得有高低起伏 就像架子鼓一样啊 动词大词 碰碰大词啊 节奏不停的变化 不停的调整 他才可以让观众呢 亢奋起来 兴奋起来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固定镜头 他的节奏控制啊 一定要考虑到 如何使镜头的信息传达 完成下去 第二呢 就是 第一呢 就是 内容 它有一个良好的配比关系 时间与内容 第二呢 就是让内容产生一定的节奏变化 我们来看一个片子 叫做 This It Is 就是这样 啊 这是 不能说是 迈克尔杰克逊的吧 就是 算是 迈克尔杰克逊最后一场 演唱会的一个记录吧 这个片子啊 其实 一开始是没打算当做一部纪录片来用的 因为这部片子呢 它是 迈克尔杰克逊呢 适事的时候完成的 他呢 本身啊 只是单纯的做一个记录 没没想着把它当成影像 后来的话呢 呃 因为迈克尔失事了嘛 突然申故 所以说呢 他并没有在 后期真的举办这样一场演唱会 于是就把彩排的内容啊 通过有效的编导 通过编导呢 就是有效的组织起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片子啊 这个片子呢 因为前期拍摄的时候呢 没有过多的考虑节奏 而且呢 也没有考虑他的一个成片 所以 他更多是靠后期的剪辑师 来去主动的调整节奏变化 那我们来看一下哈 我们来看 1,2,3,4 1,2,3,4 1,2,3,4 2,3,4,5 那我们看这个片段呢 它其实 再往后一点啊 还有一部分就是 它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一首歌 在这首歌里面呢 它主要就是帮助我们啊 或者说看这个片段啊 帮助我们理解 节奏控制和镜头的一个 有效匹配 我们往后继续再看一下 首先前端的话呢 它更多的是卡在音乐的鼓点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先看到这儿啊 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呢 其实我们看到了麦克尔和两部分演员呢 进行了一个配合 一部分是那个女演员 一部分是男演员 对吧 那他在和女演员配合的时候呢 其实相对而言呢 他的一个镜头的减击率呢 要高一些 而在和男演员配合的时候呢 镜头的减击率是要低一些的 为啥呢 这里首先先来解释这个名词 就是镜头减击率 镜头减击率呢 是指单位时间的镜头数量 打个比方啊 比如说一分钟我减了60个镜头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的镜头减击率会显得比较高一些 而一分钟呢 如果说我只减了20个镜头 那么我的镜头减击率呢 会显得比较低一些 这个时候我们要如何去匹配 这个镜头减击率与视频的一个行间呢 也就是说镜头内和镜头外的行间 要如何来进行匹配呢 首先我们发现 女演员和麦克尔的配合的时候啊 他的减击率高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两个基本上都是在舞台走来走去 在镜头内提供的信息量 相对来言是比较小的 而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通过快速的剪辑 然后呢 以外部的剪辑节奏来补充当前的内容 而当麦克尔和男演员配合的时候呢 他的一个画面啊 肢体动作是非常多的 这个时候就会显得更加的活泼 而且歌曲啊 节奏也会相对而言更活泼一些 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你快速去剪辑啊 就会使得我们看起来眼花缭乱 所以呢我们会把男演员这里的一个 剪辑率稍微放低一些 这是剪辑率镜头内外的一个配合 以外部的剪辑节奏来补充内部的空白 或者说内容的短缺不足 好 刚刚的话呢 是解决了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如何避免太水 第二的话呢 我们来说一下太平 太平的话呢 它主要就是什么 在整段歌的时候呢 它有前半段和后半段 前半段呢 是一个慢歌 慢歌的时候呢 它的镜头剪辑率也是相对较慢的 它在很长的时间呢 才会匹配一个镜头 而且镜头的剪辑节奏呢 基本上也是和音乐匹配的 但到后来啊 我们再看一下 它换到一个欢快的节奏的时候 点赞 我们从这再看一遍 这一块的古典就非常的密集 对吧 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我们剪辑的一个节奏就起来了 它跟着古典在这 来回的进行镜头的切换 它这块的切换主要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让画面不要太平 让画面有一个节奏 让前和后有一个节奏变化 好 那么这里的话 就是影响节奏的两个不同的因素 一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 内容 对吧 一个就是我们的泰水 也就是外部的检距率 与内部的信息 要呈现出一种相辅相成的趋势 第二个就是节奏的起伏 第一个就是情绪 情绪就是刚刚的音乐 音效的一个调整 包括你个人的一种情绪的变化 然后内容的影响 也是根据你的一个 画面内部想表达的信息来呈现的 所以说内和外 它的一种呈现方式是各不相同的 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 好 总统总结一句话 一个固定镜头的节奏控制 其实来自于内部的内容节奏 和外部的剪辑节奏进行的有效配合 就是当内容的内部节奏足够张扬的时候 外部节奏就不添乱了 而当内容的节奏本身不足的时候 外部节奏就要打气 当外部的剪辑节奏与内容节奏有效地进行组织 它才可以使得整个片子张弛有道 松紧适度 好这块 节奏控制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里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我们就往下看了 好 接着呢 我们再说它的内容表现 固定镜头呢 它不是一个万金油的镜头啊 它有些时候呢 有自己擅长所表现的内容 也有不擅长表现的内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去描写和筛选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它比较擅长 静景场景的一种描写 因为固定镜头呢 本身啊 它的外部框架是稳定的 所以呢 固定镜头呢 去表现静景内容的时候啊 它会以一种外部的镜 去衬托内部的镜 这样的话呢 会使得整个片子沉稳下来 会有一种舒缓的感觉 来我们在这看一个片子啊 叫做黄石公园 是一个纪录片啊 我找一找 黄石公园 在这 好 这里再说一点啊 就是当我们想要去 抒发一种情绪的时候呢 往往需要就是让观众呢 能够沉浸其中 所以说固定镜头呢 它也经常去做一些 沉浸感的表达 那往后走一点啊 那我们看这开场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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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llowstone endures an unrelenting winter An ice world of hunters And hunted But now footsteps on the slopes of a mountain Herald a change in the season The sun regains its strength Water flows again The race begins to recover winter's losses To play 好 先看到这里 通过前面这几个镜头呢 我们得到了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首先在这一块的话呢 我们得到了一个 安详而宁静的氛围 而且在这个镜头里面呢 前面呢它是一个雪山雪地 后面太阳出来之后 整个的冰川开始融化了 它呈现出的是一种冬季复苏过来的一种情绪 那这个时候呢 用固定镜头 固定镜头去表现镜的环境的时候呢 会产生的一种情绪的渲染 你会着重的去呈现 着重的去观看里面内容的一种表达 除了之外的话呢 固定镜头啊 它还可以去表现人物 表现它的动作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些短片啊 来看抄体抄体前面的一个人物对话的镜头 太多了 继续 它是简单 好先看到这 那么这一块的话 它用固定镜头来表现 它更多的 而且是一种近景 就好像是你就站在旁边 看着他们两个人说话一样 所以固定镜头 它去表现动作的时候 表现一些 或者说表现人物对话的时候 它在场景的展现上 它用镜头组的一种表达 无论是宏观的环境 还是微观的细节 包括中观的一种关系 都是可以进行一个有效的表达的 它能够展现更多层次的一种信息量 其次我们再来看一种武打镜头 拿叶问来举个例子 这里边肯定穿插了运动镜头 肯定是穿插运动镜头的 因为本身呢 镜头组的模式呢 它就是将很多不可能完成的动作实现出来 因为大部分演员呢 有一些它是不会武术的 但是通过片子的一些镜头组的塑造啊 就是动作组的一种衔接 将他们那种武林高手的形象呢 就衔接起来啊 当然这个 芬兰华和这个郑子丹 他们是会武术的啊 他们本身是会武术的 那群演的话肯定就不会了吧 对吧 所以就是通过多种状态呢 给它表达出来 好 最后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哈 首先固定镜头呢 要善于去捕捉动态性的信息 因为你外部是动的 你内部就要是 外部是镜的 内部就要是动的 第二呢 固定镜头一定要去照顾画面的纵深 第三 固定镜头呢 要善于去捕捉那些优美的构图 第四 要有效的去组织镜头的连惯性 好 那么这儿的话呢 就是我们本节课的课程了 问一下同学们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呢 我们就下课咯 好 没有问题是吧 OK 那我们明天再见 好 同学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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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